一觉醒来寄生虫好像有智慧了 什么意思 寄生虫难道又进化了吗 我们出去看一下 外边现在是白天 好像没有他的怪物 果然如此凶难 现在已经来到了寄生的第四阶段 寄生虫又迎来了一次超级大的进化 我们看一下外边有没有怪 看一下他们进化成了什么样子 不过现在是白天 外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怪物的 有 变异小黑 还有被童话的村民 还有变异羊 太多了打不过兄弟们 先撤一波 我们先回家 外边怪太多了 而且我感觉他们的攻击力好像别高 还好兄弟们 没掉下去 我拿枪 这怎么办兄弟们 我在岩浆里面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立马把旁边的原石挖掉 然后我们上去 不知道我的血量撑不撑得住 试一下兄弟们 赶紧挖 好好好兄弟们 我们上来了 吃点东西 四滴血 三滴血 两滴血 一滴血 别 应该没事了吧 怎么还有火呀 这火 怎么还有火 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还能被烫到吗 不可能吗 完了 我发现兄弟们 现在这个小黑的反应速度特别快 而且只要他一出现 必定会带着一个变异的村民 或者童话的人类 你看变异村民 是吧 这怎么回事 你还想跑 别跑 必须把他干掉 太可恨了 这家伙 你看 又出现一个 他又带了一头变异猪 太难了 兄弟们 这是第四阶段 而且还是白 换魔柱也来了 兄弟们 第四阶段 越来越恐怖了 先把这个东西解决一下 然后这小黑 我来 跳转 太凉了吗 被我干掉了吗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们等会儿 等晚上 看一下这个变异的生物 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这个小黑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子弹是无法伤害到小黑的 也就是说 枪对他来说不起作用 这对我们来说特别难 所以必须要拿出我们的必杀剂了 兄弟们 我们先去地下室 进行人体改造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神器 这个东西呢 叫做墨影干扰器 可以干扰附近墨影的传送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装在身体上面 墨影人应该是不会传送到我们附近的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装上试一下 安装到我们的脑子里边 来做一下手术 好的 那么现在 墨影人对我构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嘿嘿嘿 走 出去找一下墨影人 不过现在还是白天啊 我们等到晚上 白天的话墨影人是比较少的 但出去看一下吧 现在外边没有别的小黑啊 那趁现在 我们继续来改造一下我们的身体 这段时间呢 我们收集了两个这个东西 一个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防御力 另一个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移动速度 还有增加我们的力量 我们把这两个装备一下 有了这两个东西 我们可以更加强大 好的 手术已经完成 那我们现在 尽等天黑 外边的天已经黑了 但是现在的墨影小黑 外边并没有 现在是寄生的第四阶段 出现了很多这些 以前没有的寄生怪物 而且兄弟们 他们的防御力特别高 看到没有 我们用步枪打了好几枪啊 还有很多血 来狙击枪 送你回家 一枪 再来一枪 两枪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好解决 我们还完成了一个任务 完成任务的话是有金币的 我们有的金币 可以买装备 买武器 这边又出现了什么东西啊 等会啊 我们把他们解决了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把他们击杀 应该是都可以完成任务的 来来来 用下我们的大盘机 你爹来了 来来来来 好解决 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过不期然啊 但是我现在想找一下 变形小黑 这边还有个童话的熊 变形小黑 我想试试一下 我们这个墨影干扰武器 有没有用 但是没有小黑好像 这边是适应什么兽 应该是还能完成任务吧 我没有完成 哎 有东西吸我 哦 蜘蛛 这个东西可以吸我啊 兄弟们 看到没有 解决一下 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哇 这个东西我跳起来 它可以把我吸到它的身边 这个东西有点恐怖啊 这边有个残血的童话人类 解决一下 这又是什么 第四阶段增加了很多的变形怪物啊 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但是墨影小黑呢 不会我装了这个东西 它们就不在我身边出现了吧 应该不可能吧 那这个东西也太变态了 哎 下面有个变形小黑 我们干它 他 哎 怎么还能传送到我附近 不是干扰他们的传送吗 啊 我又被骗了兄弟们 这个东西没有用 啊 被骗了 被骗了 这个墨影小黑真的是特别难打 算了算了 我跑吧 先回家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管用呀 啊 先回家吧 先回家吧 哦 嗯 我们回家 看起来 很好 再来